一輛童年客運行駛台中市民權路中華西路口 疑似煞車不及 蒙力追撞三輛前方轎車 演變成四車連環撞 八十多歲老先生受傷 當時要過馬路的女學生 嚇得緊急往後躲 遭遲疑台中市公車又出包了嗎 台中公車大執法專案 會無限期的延續下去 九月二十二日晚間 台中居越客運撞死女大生 隔天盧秀燕為作出回答 二十四日市政會議上哀悼 重罰居越客運一百二十萬 要求台中市客運業者 十天召回轄內一千三百名駕駛員 在教育訓練 二十七日更喊話 無限期公車大執法 同一天下午召開道案匯報 但這一位張爸爸愛女三年前命喪 居越客運輪下 每每想起又是一陣鼻酸 有一種心情就是 市長真的還欠我們一個道歉 明代更揭露意外發生後的隔年 居越交通評鑑一百一十一年分數 拿下二十五分滿分 對此交通局解釋是誤值 打高分也是錯誤的訊息 因為居越的成績是不好的 台中市政府對於整個市區公車 以及客運的狀況 完全是沒有辦法有效管理 台中市府解釋 聚業實際得分二十點五分 低於平均分數二十一點九分 總成績七十八點九五分 以等當年度拿到虧損補助款 為兩千零八十九萬 但一而再再而三 外界才會質疑 台中市府對聚業太寬容了嗎 三立新聞中部綜合報導